大家好 上一期课我们讲了红叶的植干怎么画 其实它跟梅花的植干画法是一样的 因为它也是多年绳落叶灌木 叶子是护生的 今天我们这期课讲叶子的画法 红叶 首先我们把植干画出来 毛笔打湿以后我们调出中等墨色 调到笔度上中等墨色 然后避避水 然后呢笔尖上稍加点重落 好我们先把植干画出来 先把植干画出来 避避水不要太多水 大概先把它的植干 简单一点把植干给出出来 因为咱们主要是画叶子 画叶子 其实植干画好的话呢也很生动的 因为这个树呢也是全靠植干 回头画山水画呢 我们大家都可以专门讲这个植干怎么出 树怎么画 你看这个墨色是要有变化的 由深到浅 现在我就把植干简单出一下 我现在开始画叶子 毛笔打湿以后呢 我们先调出这个淡绿色 黄的藤黄 花青 调出来淡绿色 因为叶子是由 由绿变黄 然后再变红 变橙色 再变深深红色 红叶 好 调到笔度后面啊 快到笔尾 然后避避水 然后我们再调一下 水分还不能太多 然后再加点这个花青 把它调成淡绿色 淡绿色 好了 调完以后呢 我们注意啊 调猪砂 到笔度上 猪砂 猪砂 让它偏点好 好 调完猪砂以后呢 注意 我们再调薯红 来点薯红 这个调颜色非常关键了 大家一定要认真地去看这个调颜色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开始注意笔尖来点胭脂 笔尖来点胭脂 现在我的颜色是由深到浅 哈 我现在开始把这叶子画一下 大家注意 测封用笔啊 护生了啊 它是护生的这个这个叶子啊 测封啊 测封 要有这个方向 这个叶子要有不同的方向 我们不能都是一个方向 测一点 小一点 你看窄了 这就是再加水 好 加水我们这颜色就稍微有点变化了 你看它这个颜色就特别有变化了啊 你可以 毛笔要按下去啊 要按下去 你看我这个 有宽的有窄的这叶子 这个叶子 就基本上是画完了 下一节课我们把这个勾叶子的方法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